好,来看到两起惊悚车祸 台中一名骑士自称路面不太平整 导致他骑车失控,自撞中央分隔岛 整辆车摔出去,跟地面擦出阵阵白烟 而另外在苗栗则有大货车在转弯时 疑似视线死角,没有注意到执行机车 导致女骑士被撞伤,左小腿开放性骨折 大货车又转弯,没有注意到执行机车 直接擦撞,司机发现不对劲 紧急刹车,发现人已经被他撞伤 女骑士痛苦哀嚎,左小腿开放性骨折 右脚上双手都有撕裂伤 救护员联盟帮他止血,爆炸伤口,送医治疗 司方在台一线苗栗通宵外环道往平顶的路口 47岁的大货车驾驶,转弯疑似视线死角 没有看到骑电动机车的女骑士,酿乘车祸 民众驾驶营业大货车,由平顶路口右转中山路 与另一名骑程微型电动二轮车驾驶 由平顶路执行,双方于路口处发生擦撞 另外在台中西屯路靠近东大路口 有骑士骑车失控,自撞分隔岛 转辆机车喷飞,连翻两圈,往前滑行 猛烈擦撞,窜出阵阵白烟 方慢车速再看一次 骑士自撞路面不平整 导致他自撞,安全帽,车体零件下落一地 耗载齐续,只有差错伤,没有波及其他车辆 记得张欣杰潘行苗栗台中报道